做一下登录部分的逻辑 首先打开我们的代码 之前我们写上是布局 接下来我们要写它的逻辑了 首先我们要在login目录下 创建一个store文件夹 在这里面我们分别要创建几个文件 我们可以照着home的store目录来创建这些文件 首先你要创建一个actioncreators.js 再创建一个constance.js 再来一个reducer 最后我们再来一个index.js index.js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粘贴到我们的index.js里面 它是完全一样的 然后我把index.js关闭掉 然后我们来写login这块的reducer 我们可以把home的reducer复制一下 粘贴到loginreducer里面 我把case去掉 OK下面的这些逻辑干掉 默认的state状态我可以先写在这 好咱们先这样去写 把这个目录建立好了 然后我们关闭掉这些文件 我们的login里面会有一些数据 它至少会有一个数据 所以我在login的store目录下的reducer里面 去创建这样一个数据 它叫做login 我们用它来区分用户是否登录 默认用户没有登录 所以它是false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reducer里面 多了一个数据 但是store并没有用这个reducer 所以我们要打开根目录下的 store文件夹下的reducer.js 引入我们login reducer as login reducer from page下面的login下面的store 然后我们来使用一下这个reducer 保存 这个时候代码写完了 我们到页面上来看一下 我们进入登录页面 点开控制台 大家来看 点开redux state 好 login里面已经有一个false了 那我们下面要做这样的一个逻辑 回到首页 如果用户没有登录 那么这显示登录 如果登录了 我让它显示退出 这怎么办 很简单 打开我们的代码 关闭掉这些文件 找到我们的header这个组件 在header里面 我们点开index.js header 之前它从store里面取数据 都是从header里面取数据的 这一次 我要取一个login的数据 它从哪取呢 state.getin 我们要从login里面 去取哪一个变量呢 咱们到页面上看一下 redux state 好 你要取login下面的login字段 所以在这我要写login下面的login 这个时候我就能取出 它是否登录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我们到下面这里 这么去写 你呢 首先从probs里面 去引入这个login的状态 在这儿 我们判断login 是否登录了 如果登录了 我这儿就显示一个退出 否则 我就显示一个登录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呢 回到页面上 咱们一起来看啊 它报了一个错 错在哪呢 它说我们的这个后面啊 有些问题 我们打开我们的代码看一下 实际上它错在这儿 我们最后啊 不应该加这个分号 jsx里面是一个js表达式 所以呢 你直接这么写 不要写这个分号就对了 保存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好 用户没登录的时候 它显示的是登录 那我们可以改一下啊 在这来看 到代码里面 我们找到pages下面的login 把它的reducer里面的login 从force改成 true 点击保存 再回到页面上 这个时候 它就是退出了 OK 接着我们继续来做啊 默认还是恢复到force 假设用户 没有登录 那么我需要让它跳到登录页面 所以呢 在外层 我可以包一个link 跳转链接 这样的一个标签 好 大家呢 可以把它分成 三行来写 OK 这块呢 我用link给它包裹上 link 在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看一下也没引入过 已经引入过了 所以可以大胆的去用 这里呢 它接受一个to 我们让它跳到哪呀 跳到login这个路径 保存 再回到我们的网页 刷新 点击登录 它可以跳到这个页面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页面里 进行登录的操作 我们来写下登录的逻辑 打开 好 这块代码 我们先关掉啊 已经跳转到登录页面了 所以我们写登录页面的代码 打开登录页面的这个组件 index.js文件 我呢 要在登录这块绑定一个事件 onclick等于handleclick 当然呢 其实我们是要调阿甲克斯接口 把账号密码传递过去的 这个时候我会把它写到哪里去啊 我会把它写到 map dispatch里面去 因为你要发异部的请求 都要放到action里 只有它才能派发action map state 现在在这个组件里 我可以把它删除掉 填一个nan 它没什么用 我不需要什么映射关系 接着this.profs.login 掉这个方法 这里面我写这样的一个方法 好 那你登录需要获取到账号和密码的内容 这个怎么办啊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啊 首先在下面input框 你要加一个type等于password 让下面这个密码 变成一个密码类型的input框 然后呢 我用ref来获取它dom 好 接受一个input 我们让account this.r account 也就是账号等于什么呀 等于input 在下面这儿我也写个ref 一样的 它呢 也接受一个dom的参数 也是一个input 我让this.r password 等于input OK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ref实际上 把这两个dom存在哪里了呢 一个存在this.r account里面 一个存在this.r password里面 接着 我们来看 我们该怎么办 当你点击提交的时候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 在这儿 写一个箭头函数 然后呢 我们调这个方法的时候 把this.r account 传进去 再把this.r password 传进去 那么 我下面这个方法 就可以接受两个参数 一个是 account element 一个是 password element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这两个元素 保存一下 到页面下 点击控制台 我们来看啊 数一个1 数一个2 当我点登录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stele的component 好 它里面呢 我们怎么拿到 它的内容呢 实际上 如果ref拿到的内容 是一个stele的component 你是没法拿到 它的内容的 那stele的component 这个第三方模块 给我们了另外一个 使用的方式 在这里面 我们不用ref了 我们用stele component 提供了一个innerref 好 这里呢 我们也改称innerref 保存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页面上 我输1 输入2 点击登录 大家看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 它真实的dom了 那有了真实的dom 我们就可以拿到 它的value值 点value 我们把它打印出来 保存 再来是 1 2 提交 没问题 账号密码 我们都能获取得到 那有了这两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进行 登录的操作了 我们这么来做 当你登录的时候 我要派发一个action 所以呢 我们要做 dispatch这个操作 我们要调用actioncreator 来创建一个action 所以我们要引入actioncreator importactioncreators from当前目录下的store 这个文件夹 好 actioncreators里面 我们要调这样一个方法 调什么方法呢 叫做login这样的方法 我们把账号和密码传进去 ok actioncreator里面 没有这个方法 所以我要创建这个方法 在actioncreator里面 export const login 等于一个函数 它能接收两个参数 一个是account 一个是password ok 它返回一个函数出去 因为这里我们要做 一步的登录 这里呢 会接收一个参数 叫dispatch 好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去做一些逻辑的操作 当你登录的时候 我势必要去复器验证你是否登录成功了 所以呢 我要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importaxios fromaxios 好 我在这 axios.get 发一个请求去 请求什么地址呢 你又要和后端的同学去定一下了 我们这个地址啊 就叫login 好 你要给后端同学带几个参数 首先 问号account 你要带给后端的同学 它等于什么 加上你的这个account 再加上andpassword 等于 加上你的这个password 好了 我们这样的话 去请求后端的这个接口 通过get的形式 实际上我们应该通过post 但是数据模拟方便的情况下呢 我们在这里先给大家用get 如果请求成功 会调用点then方法 它呢 会打印出返回的结果 这个时候啊 我们没有这个接口 所以我需要做一个模拟的数据 打开public目录 进入API目录下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 叫做login.json 回车 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接口 叫login.json呢 实际上actioncreator这块 你的这个接口名字啊 后面也要跟一个json 这样的话才能请求得到 有了这个json 我们写一下它的内容 success 处 然后data 也是一个处 表示登录成功了 然后呢 我们打印一下试一下 保存一下啊 咱们到网页上来看 点开控制台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账号密码 点击登录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返回结果里 都是成功的 因为呢 我现在假设 它输什么账号密码 都可以登录成功 接着继续回来 constresult 等于res .data.data 我们这样做 如果result是真 表示登录成功了 else呢 表示是假 那我就打印一下 登录失败 那它现在肯定是成功 所以会走上面这个逻辑 如果登录成功了呢 我们就是要改变store里 login的值 把它从force改成true 那我们怎么才能改store里面的数据呢 又要掉什么呀 dispatch action了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在这又要掉dispatch的方法 派发一个action 我们在这里写一个const叫做change login的action creator 让它返回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又有一个类型 好 这个类型应该从长量里面引入 import型 as constants from当前目录下的constants 然后我们去在constants里面写一个常量 叫做change login 等于login下面的change login OK 别忘了 这儿要写一个const 那么在action creator里面 它的类型就是constants.change login 它的value呢 就是true 要是登录成功了 OK 然后呢 我们这样 dispatch change login 把这个action creator创建的action 发送出去 谁就能接收到呀 你的这个reducer 是不是就能接收到你的action 所以我们这么去写 case constant.change login 我们复制一下 到这儿粘贴一下 如果发现 你要改变login的状态 那我就怎么办呢 state.r set login 把它变成action.r value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要return一下 写完这段代码 我们保存 回到页面上 它会报一个错误 说store上面的reducer constants 拼错了 我们来看 在这里 constants 拼错了 我们改一下 再回到页面上 刷新 好 它说呢 dispatch is not defined 在哪呢 在store下面的action creator里面 我们看一下 action creator里面 哪里用了dispatch方法 dispatch ok 这块我写错了 把它改成dispatch 再回到页面 没有任何的问题 然后我们登录一下 看一下 一二 点击登录 大家看 是不是马上这块就变成退出了呀 因为 它请求接口之后 返回了tru 然后它认为你登录成功 这个时候 你登录成功以后 它就会变成退出的一个状态 当然 其实这个时候 你应该怎么样 让它跳转到 首页上去 所以我们来做一下 跳转 打开我们的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 代码该怎么写 关闭掉这些文件 然后呢 我们打开 login的index.js 这块 我们可以看到啊 当你在这登录成功之后呢 哎 你是变成了退出 其实还应该跳到首页 但是现在 你这个login组件 依然显示着 是因为什么 你现在还在login 这个路径下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做 我们呢 让login组件 从store里面取一个数据 state 你去拿哪个数据呢 我们去拿login这个状态 OK 然后呢 把map state 传给connect方法 这样的话 render函数里面 我就可以拿到一个 变量了 const login 等于this.js props 我可以做个判断 if login 如果你没有登录的时候 那么你访问我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给你return的 是登录页面 如果你已经登录了 我会让你跳回到首页 那怎么跳回到首页呢 很简单 我们呢 从reactor routerdom里面 reactor的路由里面 去引入一个 组件 叫做react 这个组件 from react 然后 我们在这里去写 如果你已经登录了 说明login是 处 这个时候呢 它会走下面这个逻辑 我直接return一个 react 这个组件就行了 它接受一个属性 叫做tool 指的是重定向到哪里 重定向到首页 保存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网页上来看 刷新啊 现在 我呢 点击登录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点问题 我们看哪里有问题啊 reduct 点开 state login 现在是false 那是false的话 它应该走 上面这个逻辑 我可以把login打印一下 保存 咱们来看 多半是这块出错了 刷新 点登录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打印出错 谢谢 咱们来说 哎呀 咱们来说 这边你 它应该走上面这个逻辑 我可以把login打印一下 老村 咱们来看 多半是这块出错了 刷新 点登录 大家可以看到 它打印出的是一个函数 我们看哪里写错了 this.pros.login 大家发现 这两个 一个state和一个dispatch 它的方法和变量的名体重了 所以这块我改一个名字叫做status就可以了 上面我们来用login status 如果登录 怎么怎么样 如果不登录怎么怎么样 我们换一个变量 再来看 刷新 点击登录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登录 你可以在这书账号密码 当我点击登录 再点击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它会自动的帮你跳到首页 好 退出 我们怎么做呢 接着我们最后要做的就是退出这个功能 也很简单 打开我们的header组件 荒门下面的header 然后找到index.gs这块 我们往下 在这 大家可以看到有个退出 我可以在这上面写一个on click事件 让它等于 我们看一下 叫做logout这个方法 当然你这个方法 要写在props里面 所以在上面 你要从props去引入一下 当然 如果你要用它 在下面 你要写这个logout方法 好 logout方法要干的一件事是什么 它就是怎么样 改变login 这个数据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 那么它要派发一个action 它怎么派发这个action呢 dispatch一个action出去 所以我们用actioncreators 来创建一个action 但是大家来看 你这个actioncreator 从哪引的呀 是从header下面的store里面 去引的这个actioncreator headerstore下面的actioncreator 它只负责创建 和header里面数据 相关的一些action 而我们现在要改变的是谁啊 改变的是 login这个页面上的一些数据 所以呢 我们应该 用login下面的这个actioncreator 来创建这个action 所以在header组件下面 我们要引入 login这个页面 store下面的这个actioncreator 那我们怎么引 我们得这么去引 import action actioncreators as login actioncreators from哪里 我们要找 首先找到上一层 好 再往上一层 再去找什么呢 再去找这个pages这个目录 然后找到login这个目录 再去找它的store这个目录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从store这个目录下的actioncreators里面 去引入了这个创建action的内容 然后我们用loginactioncreator 去创建这个action 在下面 为什么要这么写 因为我们说和登录 退出相关的这些所有的代码 我们都应该写在login这个文件下 你不要把它写在header里面 所以你要想写在这个actioncreator 也就是login的actioncreators里面 那么在header里面 你就必须要调用它 那么就要引入它 你就要花比较长的路径来引入它 引入好了之后 我们通过loginactioncreators 就可以创建一个action 创建一个logout的action 然后把它派发出去 loginactioncreators指的就是login下面 store下面的这个actioncreator 它里面呢 并没有这个logout 所以我要export一下 logout这样的一个action 等于 括号 好这块呢 我们复制粘贴一下 粘到这儿 value值变成force 它呢叫做logout OK 大点写logout 在constance里面 我们再去创建一个 等于login下面的logout 好了 保存 sorry 这块我写的有点问题啊 const logout等于一个函数 它呢 函数的返回值才是一个对象 这样写才对 好 这个时候啊 当你点退出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header组件 就会派发一个loginaction 它的类型就是 这块我们写成login 实际上是不对的 它应该写成什么样 大家看 这里我起的名字叫logout 所以这块应该调logout 好 你调用它退出 然后呢 它就会派发这样的一个action 那谁就能接收到呢 所有的reducer都能接收到 那么你这个login的reducer 也能接收到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做一个处理 如果我发现 你派发的action 它的类型是logout 那我就把login这个字段 制成什么呀 action.value 实际上就制成了false 这样的话就实现了退出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登录 一 二 登录 没问题 我们点击退出 诶 又变成了登录 退出成功 再点击登录 没问题 我们又可以登录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了 登录和退出功能的制作 这块比较绕 难点在哪呢 难点在这里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你在header这个组件下 我把它都关掉 大家再来看 header这个组件 我们打开index.js 当你点击退出的时候 我们往下翻 这个时候呢 你要派发一个action 而这个action呢 并没有写在我们这个header上面 store下面的actioncreator里面 我们要把这个action写在哪里啊 写在login下面的store下面的actioncreator里面 为什么 因为它的这个操作是要改变login 这个组件里面对应的数据 那么 涉及到login组件内容修改的代码 我们都应该放在login这个目录下去做 所以这块引入的路径 和之前我们的这个actioncreator不太一样 大家需要消化一下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